今天的知識小學堂 在帶您關心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人現在到底在哪裡 算一算最後一次露臉 4月11號到現在 他已經有19天沒消沒息 人健在嗎 其實現在各國都有很多的傳言 盛銷成上 那我們就來看看 美國的國務卿龐佩奧說 其實他們是有機會跟金與正 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有聯繫 也可以有聯繫的 但是也說最近他們沒有辦法 去掌握金正恩的行蹤 但是不管現在北韓是由誰來領導 其實美國的目標都不變 就是會持續推動北韓無核化 那再來就是很多人既然問不到答案 就跑去問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那耿爽已經被問了好幾天了 那今天就有一些外國媒體 用中文再問一次說 到底你知不知道現在金正恩怎麼了 那你手上掌握的一些消息 對你來說你是感到放心的還是擔憂的呢 好換了一個方式問看看耿爽會不會回答 結果耿爽就他就這樣回應啊 他說你現在是在問我的feeling嗎 在問我的感覺嗎 然後他同樣也是不做正面的回應 他說我不曉得你的消息來源是哪裡啦 那我手邊也沒有資料 無可奉告 但是唯一能說的就是中朝是山水相鄰的國家 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呢 是會不斷的向前發展 好你看喔 現在包含美國 中國還有像是南韓 對於金正恩的健康狀況 其實都講的蠻隱晦的 可是今天我們台灣有一個人 他講的很直接喔 直接就說金正恩生病了 誰呢 他就是國安局長邱國正 在立法院就這麼的說 為何他會這麼斬釘截鐵呢 好他說這不是他個人的推斷 他是依照公開的情資去推敲的 那公開的情資是什麼 這部分他沒有名講 倒是美國的媒體自由亞洲電台 就有說根據他們掌握的消息來源指出 說金正恩呢確實生病了 而且是腦血管破裂 所以呢在十天前就送到平壤的醫院去急救 那現在因為他意識算是清楚 但是他無法言語 所以政權交給妹妹來代理 而軍權則是由他的叔叔 金平日暫時掌握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在推特上居然瘋傳這一張照片 哇這炸 頓時看到你真的會嚇一跳喔 感覺金正恩好像真的躺在他的棺材裡 蓋著紅布 那實際上這個照片是假的 因為網友就發現這根本是P圖嘛 然後你看畫質解析度都很差 而且躺在這個枕頭上角度有點怪怪的 好然後去比對才發現 這應該是金正恩的爸爸 金正日在二零一一年葬禮的照片 然後呢就是有一些有心人士 就把金正恩的照片就P在了 他爸爸的葬禮照片上面 想要以假亂真 好那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除了照片有假 影片可能也是假的 最近呢在北韓的網路上 也有出現金正恩逝世的影片 然後這個影片長達五分鐘 那據瞭解當局震怒喔 到底是誰流出這樣的影片 而且是誰去惡搞呢 因為影片 他連配音都很像是北韓的媒體在講話 好所以這部分將會去追查來源 但是我們要帶您關注的是喔 現在呢有研究機構發布了這個衛星空拍照 就有說在圓山 圓山的這個列車喔 火車頭居然有被移動的現象 那這個火車呢 實際上就是金氏家族他們專用的 所以就懷疑會不會金正恩人真的就在圓山呢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車子其實有一些故事的 包括他叫綠皮車 你可以看到外表是綠色的 然後呢這裡面有一個歡樂組 好歡樂組其實是早在金正恩的爸爸 那個年代就成立的 那顧名思義嘛 就是要讓人開心的 所以據了解他裡面有將近兩千名的女生 精挑細選喔 個子高都長得很漂亮 他們的工作就是要哄金正恩開心 那再來除了歡樂組之外 還有一個秘密烽火組 這個烽火組呢 又叫做北韓太子黨喔 他其實組成的成員就是北韓的官二代 那據了解這個太子黨是由金正恩的哥哥 來領導 那其實他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幫忙去 進行一些外匯 那這個外匯可能是合法的 可能是不合法的 所以先前美國的財政部就有說 這個秘密的烽火黨 烽火組 其實他們就有在把一些假鈔啦 或者是毒品啦 運送到國外去 然後呢就會運送其他的資金 進來北韓資助政府 這部分呢 先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 我們透過報導帶您進一步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